英国王室学聪明了 只发六岁路易担任照片 摄影师是凯特王妃 这段时间 英国王室最热的事件 就是路易王子六岁生日 只发布了一张最新肖像照 并为举行官方庆祝活动 谈来英国王室学聪明了 关键时刻需要低调形式 维尔士亲王夫妇 发布了一张路易王子的最新照片 拍摄地点在温沙 摄影师是凯特王妃 维尔士王妃已经神秘消失四个月 所有的活动都仅限于线上 本尊始终没有出现 镜头中的路易王子咧嘴大笑 还是那么调皮 凯特用相机定格了这个瞬间 上个月凯特亲自出镜 宣布自己患癌 并且透露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没想到网络上的阴谋论 还是不断增加 根据外媒报道 路易王子的庆生照 是前几天在温沙拍摄的 为了力证凯特还活着 还专门标注为拍摄人 看来英国王室这次学聪明了 只让路易单独出镜 也避免了很多麻烦事 看出维尔氏亲王一家的生活方式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之前王室发布多张假照片 彻底点燃了阴谋论 最终凯特不得不出来道歉 英国王室之前的危机公关很拉胯 这次选择走低调路线 去年路易王子过生日的时候 王室晒的是亲自照 这次为了避免有PS的痕迹 只保留了路易王子一个人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路易王子的新照片 没有经过任何编辑 就是为了堵住悠悠之口 无论是五官细节还是背景图案 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完全没有任何修改的痕迹 看来英国王室也是做足了功课 在此期间也看了很多网友的评论 甚至连阴谋论的版本也了如指掌 这次危机公关的处理 的确很差劲 王室高层肯定做了反省 不允许类似的情况发生 凯特王妃开年不利 先是做了腹部手术 之后又查出患有癌症 最后一次亮相 还是去年的圣诞节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四个月 不由得让粉丝和民众担心 其实路易王子过生日之前 就有不少王室专家预测 凯特肯定不会出境 从很多细节也能看出 阴谋论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威尔士王妃的近况的确堪忧 有了上次亲自照的乌龙事件 英国王室严谨和警惕了许多 这张庆生照经过技术手段监测 可以肯定是真照片 并且没有经过人为修改 已经被各大媒体广为流传 上次假照片的事件还在发酵 为了让凯特安心养病 一家人来到桑德林恶母度假 从王室的反应也能看出 这次照片没有问题 各大媒体也就争相报道 根据外媒爆料 凯特王妃生病后 威尔士三宝也瞬间长大了 他们不光努力学习 而且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妈妈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得到了网友的夸赞 之前阴谋论一直横行 王室却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路易王子照片下面还特意标注拍摄人士凯特王妃 就是证明他安然无恙 也好让关心威尔士王妃的人放心 但是狼来了的故事听太多 大家还是需要保持警惕心 除非凯特王妃亲自出现 否则一切都有可能是圈套